二十三條立法是在基本法裏面對特別行政區的一個要求 這個要求包括整個對我們整個特別行政區和我們立法會 大家知道二十三條立法是要通過立法會的 二十三條立法的問題我會在未來廣泛聽取大家的意見 我加一句是什麼呢 在二十三條立法的同時大家要知道 我一定會保障香港人各方面的權利和自由 回到我們迎接新時代選後點評節目 剛才看到就是梁振英他在當選之後發表這個感言 他提到其實上任之後最迫切要做的事 包括要建立一個廉居政府和二十三條立法等問題 現場繼續有幾位嘉賓和主持人劉蘭春先生 和你一起分析選後的情勢形勢 所以要問一下其實他上任之後有很多事情要做 包括有個比較棘手就是對手唐英年他僭建問題 就是不要讓人覺得有抄好算帳 但是要處理 那要怎樣做呢 才會覺得比對方覺得心裡好過一點 那先李鵬先生 其實我覺得香港的民官制度其實是相當成熟 相當上軌道的了 其實在這個僭建問題上 你就據目前的法律 依法辦事就好 就是不要有矯枉過正 也不要說要避嫌 就讓民官現在整個處理的事情 從而是能夠不會讓人有一個想像空間 就說你是透過政治打壓 所以我覺得我對這方面有信心 即是在現實中 現在仍是曾蔭權的班子處理 如果在曾蔭權七一前交班前處理好 那就不用將這個禍揹起梁振英 問題是七一前不能夠處理 其實這件事情 從事態出現到現在 我不知道那個歐月署 或者什麼各方面做的程序 大家某個程度上都覺得 現任政府是等著訊號來處理 即是說 萬一唐英人贏了 很可能這件事情 就不用處理 他用另一種形式 你填上它就算了 不是要刑事追究 因為為什麼呢 有些內地來的朋友 他會關心唐英靈這件事情 第一句問是什麼呢 就是問 這件事情會不會上升到刑事問題 即是說如果上升到 他們就要想 不上升到來說 很可能都側側駁過了 所以這個 像九龍堂那些地主 對 不懂得追究 為什麼去港復新界的潛建問題 林鄭英來講 不算是首要的難題 因為曾蔭權才處理 現在反過來 我覺得他有三大難題 在這麼低民望 這麼低票數的情況之下 他未來推什麼政策呢 很可能都受到阻力 會比預期中大 第二 他現在的組班 以現在這樣的氣氛 能不能夠實現 所以梁正恩所說的就是 我量財而容 能夠凝聚一批人 或者不是他本來陣營的人 能不能夠凝聚過來 我覺得他除非是很長期禮言下事 立刻三顧草勞去找誰 如果不是 在現在的氣氛 未必有人願意埋班 第三個就是很現實 溫家寶經常說 香港的深層次矛盾 如果經濟深層次矛盾 民生的深層次矛盾 就是大財團高度壟斷的情況之下 造成的貧富懸殊等等 如果梁正恩要很快提高的民望 他一定要解決這個問題 即是要跟大財團的既得利益碰撞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知道這次大財團 以李嘉誠為例 是撐唐英年 接著經過這次撕裂之後 你怎樣修補這個關係 即是夫姊你說 他要做的事 幫他大和解的目標 可能是矛盾的 是好難的 是不是叔格 大和解說得容易 其實做是相當困難的 我想梁先生首先要完成西九的聆訊 證明他是清白的 這應該沒什麼難度 畢竟是十年前的事情 公眾其實都不太掌握 以梁先生的論述能力來說 應該可以過得到 至於唐先生那邊 就很確定梁先生會不會秋後算帳 大家都傳聞 可能梁先生都會用這個個案來説 威懾唐營那邊的人 但我相信不會的 因為唐營那邊很多人來說 還是相當多個人才 梁先生是需要借助他們 如果在這方面不放唐先生一馬的話 就很難過他 其實潛建的問題來說 相信也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反而來說 就是一個比較低民望之下 這樣去上位的話 怎樣去安撫一般的老百姓 以及穩定那個大局 是首要的任務 其中早班那邊來說 有沒有一些能人意識 是可以幫助他 這是給公眾看到 未來這個政府來說 還是有能力的 他經常說 還用任志光 即刻明天就約他三顧草勞 再去第二次 他不談不談 沒有空 很多人說任志光的位 其實是有人的了 林鄭就坐那個位 任志光就沒有了 問題就是 政務司長 政務司長你是給唐堂坐 還是給林瑞倫坐 還是給誰坐 有沒有可能給唐英年坐 不過我想說回 財政司的問題 現在卡在哪裏呢 就是金融發展局 和金融管理局 這兩個局 就會令到原有的曾先生 和唐先生某些班底來說 有點緊張 因為你要搞一個金融發展局 那他原來的金融管理局 究竟是怎樣呢 是吧 這裏來說 就會令到原有的金融的班底 相當擔心 所以除非梁先生 調整 或者安撫土 任先生 和他的舊部 像陳德林 其實是沒事的 其實是只不過 想進一步 再進一步 像新加坡 大馬石一樣 但可以放回金融管理局 大家都會覺得 他的團隊好像沒有什麼 財金界很厲害的人 那究竟要怎樣去找些人才 和令到他們真的願意為政府服務呢 剛才我說的 就是兩位港者都說了 現在最主要就是 以為